8月29日下午,香港民建聯在特區政府總部大樓外發起請願活動,要求立法禁止示威者蒙面參加遊行。 光明磊落,何必鬼祟,厭情暴徒,維護法治,促請立法,示威禁止蒙面。 現場參與者高舉暴徒蒙面,無法無天,光明磊落,何必鬼祟,理性表達訴求,杜絕暴力事件,促請立法,示威禁止蒙面等標語, 並遞交請願信,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制定禁蒙面法。 現場參加人士表示,近一段時間以來,部分示威者在蒙面隱藏身份的情況下公然挑戰法律,做出破壞活動。 加大了執法困難,對香港社會正常運作及社會安寧造成極嚴重的影響。 明健聯認為,讓激進示威者無法無天的正是因為蒙面隱藏身份, 此等做法完全是為了造成警方搜證困難,加大執法難度,從而逃避刑事責任。 明健聯呼籲香港特區政府嚴肅正視此等情況,積極參考外國做法,儘快制定禁蒙面法。 我們要求政府去考慮定立這個禁蒙面法,也說清楚有鑑於近日的暴力衝擊的情況不斷延續,暴力行為不斷升級。 其實這個禁蒙面法在其他西方國家都有使用,主要是希望讓到參與暴力衝擊的示威者不要戴上這個蒙面, 讓到執法的警方能夠有一個恰當的執法和有一個有效的阻嚇性。 那麼也都要講清楚這個禁蒙面法就是主要禁止在一些暴力衝擊、暴力的示威或非法集會上才使用。 近期,在香港的非法暴力示威活動中,有不少激進示威者在進行暴力活動時,以口罩等遮擋面部,意圖逃避刑事責任。 臨日來,香港也有多個團體要求立法,禁止示威者蒙面參加示威遊行。 更多精彩,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。